有人说,梁朝伟是娱乐圈中最虚伪的男人 他爱张曼玉,却为了事业选择了刘家玲 与周星驰从小一起长大,却因牵扯利益反目成仇 原本事业大好的刘德华也因为他的一个决定被血藏了十年 被骂了二十年,伪君子的梁朝伟到底冤不冤 1985年,身为无限无虎将的梁朝伟、刘德华、苗乔伟、黄日华 汤镇业武人走到了人生的分岔路口 此时的他们虽然红遍相将 但是却一直被无限高层打压,生活入不敷出,黄日华甚至连房贷都还不上 他们之所以能加入红极一时的无限无虎 正是得益于背后的无限老板邵义夫 当时,邵义夫为了让无限电视台的发展更加多样化 也为了能够掌控整个娱乐市场 邵义夫提出了打造无限无虎将 他在一众当红小生中挑选出了刘德华、黄日华、苗乔伟以及汤震业 还差最后一个人时,邵义夫看中了刚从训练班毕业的梁朝伟 为了推出无限无虎,邵义夫让他们在节目《星光翼翼竞争辉》中表演高难度杂技 刘德华更是当场表演胸口碎大石 使出浑身解数的五人终于爆红 此后,他们的事业一飞冲天,成为了荡红的艺人 虽然无限无虎在当时很火,有接不完的邀约和拍不完的戏 但是他们的酬劳和付出并不对等 尽管民生在外,却只有微薄的工资,面对无限的严格管控 刘德华等人非常气愤,打算找上层谈判,想要涨工资 可无限高层经过商量后说只能给每个人增加500块港币 而且还要再签下五年的合约,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而且,这种被严格管控的日子,他们也不想再过了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刚刚成立的佳和公司向刘德华抛来橄榄枝 想要签下五虎将中人气最高的他 被捆绑在一起的五个人早就建立了身后的兄弟情 于是,刘德华心生一计,他向另外四位兄弟提出了跳槽的计划 刘德华拍着胸脯保证如果对方不能同时签下我们五个人 那么我也绝对不会一个人签约 对于刘德华的提议,另外四个人都很赞同 表示愿意大家一起共进退 但是,梁朝伟后来的一个举动直接导致了刘德华等人被血藏长达十年 自此后梁朝伟与刘德华之间就渐行渐远 2007年,刘德华出资拍摄电影邀请无限无虎出演 但为毒少了梁朝伟的身影 难道刘德华付不起梁朝伟的片酬吗 当然不是,两人的恩怨还要从20年前说起 当年,刘德华与梁朝伟、黄日华、苗乔伟、汤正业商量好了要一起共进退 并强力和无限做出对抗 而无限也不想失去便宜又好用的无限无虎将 于是打算将他们逐一击破 先后对刘德华、汤正业、苗乔伟、黄日华进行思想工作 可这四个人态度十分强硬,最后都失败了 无奈之下,无限将目光对准了家境贫寒 扛着养家重任的梁朝伟 比时年纪最小的梁朝伟经不住高层的小知以情 动之以理,看到无限给自己许诺的条件 梁朝伟想也没想就答应了续约 梁朝伟临阵脱逃 让刘德华等人建立的兄弟联盟崩塌了 他们的跳槽计划也失败了 另外四名成员也遭受了惨痛的代价 不仅被公司血藏 刘德华还被迫签下了十年不平等条约 保证在十年之内不能拍摄其他电视台的电视邀约 不过好在,刘德华争气 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代天王 苗乔伟、黄日华以及汤振业 也各自有了一片天地 梁朝伟也在电影界拿奖拿到手软 但是因为背叛无虎将一直不被原谅 事后,刘德华表示自己理解梁朝伟的选择 还说他们依旧是好兄弟 但是,梁朝伟并不这么想 2007年,刘德华投资拍摄电影 兄弟之生死同盟 念旧的他想要和五虎将一起重聚 唯独梁朝伟拒绝了 两人自从无见到 之后再无合作 因为这件事 梁朝伟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伪君子 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 梁朝伟到底冤不冤 多年后 黄日华在采访时终于忍不住说出真相 还了梁朝伟一个清白 当初,大家都以为是梁朝伟第一个和无限签约 导致另外四位五虎将遭遇背叛惨被血藏 其实,梁朝伟只是一个被锅侠 黄日华才是五虎将中第一个续约的人 当时的他,性格憨厚没有防备 被无限钻了空子 可惜的是 大家都以为是梁朝伟不讲情谊 当全世界都以为他是叛徒的时候 梁朝伟是有口难言 可是情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黄日华妻子去世的时候 刘德华,苗乔都来了 汤震叶因为荡气没能前来 可大家关心的是梁朝伟并没有出现 这不免让大家怀疑梁朝伟和另外四位五虎将闹掰了 按照常理 昔日好兄弟的妻子去世了 梁朝伟如果念及旧情也应该送个花圈做做表面功夫 可他的举动表示 他已经和无限五虎其他成员没有任何感情了 如果是因为背黑锅一事 梁朝伟心有不满也是情有可原 但即使没有这一件事 梁朝伟依旧在众人里是一个另类 世人都觉得梁朝伟和张曼玉站在一起简直是绝配 可他却偏偏最后选择了刘家玲 当初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周星驰 带着他进入娱乐圈 可两人却因利益牵扯而反目成仇 当初黄日华妻子病重时 刘德华给他介绍资源赚钱给妻子治病 可见刘德华的心里是很看重这段兄弟情的 但是梁朝伟在圈中的最好朋友 只有张国荣一人 事实证明 即使当年不是梁朝伟先背叛大家 性格低调的他始终和他们玩不到一起